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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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厦门现在不停地在推荐 我们说这个休闲步道 这个休闲步道其实本身也是绿色 休闲步道能不能更多 通海的 通山的 像铁路文化公园这种类型的 包括海昌这些区域 在建的这些文化公园 休闲步道能不能更多一点 更贴近一点 第二 我们的自行车道 我们厦门是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自行车的一个城市 而且厦门也有建一个 全国性的 最有特色的 一个空中自行车道 如果这自行车道 能不能再继续地扩大 再更多地延伸 让我们的本地市民 或者外来的朋友 都能享受厦门这个自行车文化 带来这种绿色出行的便利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厦门这个绿色发展 带给我们的是无穷的福利 关心绿色 彭老师关心什么 我关心开放发展 开放 为什么呢 尤其当中呢 关于一带一路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厦门市建设21世纪 海上是走出了战略这种城市 同时我们又是对台交流了一个门户 现在我们更加可爱的是什么呢 海诗跟路诗的连接点 你看台下融欧 这么串起来 那么这样的一座城市 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 它发展的不仅在社会 经济 文化 来自其他方面 所以我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也准备看到 我们怎么对台的 今后对台的交往 怎么转变 而在一带一路上面 最连线的国家 我们怎么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去包容他们 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连续讲了 无自关的中华传统文化问题 其中很重要是闽南文化 这闽南文化就是什么 在一带一路上面 这些文化是必须的 在里面怎么样 继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所以我就对这开放发展 我比较关注 一带一路的一个大的国家战略 我们县门需要寻找自己新的定位和战略之点 谢露是关心什么 那我们GC80后的年轻人 作为这个厦门的新一代移民 也知道说厦门是以它这个文艺小清新的风格 在全国就是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名片 但是我会觉得说往下走下去 我们这个文艺小清新 可不就是简单的逛逛果浪雨 去去咖啡馆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它应该更多地沉着于一个气质 我希望厦门成为一个有气质 有内涵的城市 那从两个方面去讲 杰康老师和彭老师刚刚也提到过 我们希望的是它有它的慢生活 它的城市环境是永远整洁的 干净的 让人家舒适的这样的城市环境 这是一种气质的体现 但是我也不希望说过多的这种商库 和一些简单的购买力的一个商场 去挤占我们城市的休闲空间 我们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呼吸空间 而不是简单的就是以购买的一个方式 来带动城市经济繁荣 我们如果能有多一些的这种书店 我们有多一些的这个城市的什么 博物馆 美术馆 像这样的东西才是一个城市文化 和气质的体现 我觉得真正成为一个有气质 有文化的城市 应该从这个方面去走 杰康更关心的是城市要有文化 要有格调 要有这个品质 是的 其实每个人对城市发展的 它的一个战略规划 有自己关注不同的点 刚才我们提到五大发展 更多的是比较宏大的概念 显得有点抽象 一般的民众可能更关心一些 比较实在的内容 比方说吃 住 行 这些方面应该讲过去的35年 厦门变化已经是非常大了 那么今后一段时间 根据我们了解 我们厦门在吃 住 行这些方面 会给市民带来更多的一些实惠 我们来了解一下 先来看吃 今年五月 集美好绿圣豆芽基地 加入了厦门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消费者只要用手机 扫一扫外包装上的二维码 产品的上市时间 生产责任人 联系方式等信息 都能一目了然 目前像这样的基地追溯点 全市已经有60多个 产品涵盖了蔬菜水果食用菌等 293种种植业农产品 增强农产品安全保障能力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 保持在全国潜力被写入了厦门市 十三五规划纲要当中 再来看住 今年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通过了 2011到2020年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 按照规划 厦门将统筹安排岛内外城镇空间布局 和城乡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逐步推动东福 灌口 后西等10个镇区进入城区 而城中村和旧城改造也出现在了厦门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当中 本月15号 厦门市生态控制线管理实施规定正式出台 将我市市域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的总用地面积 明确为981平方公里 占到全市总面积的57.7% 也就是说 不管厦门市的城市化进程如何发展 家门口的田园风光始终不会消失 再来看行 根据厦门市综合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的要求 到2020年之前 我市要在全省率先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系统 推进城市进入轨道交通时代 又快又好的出行方式 依然将是城市交通的主流 这里面提到了吃住行 简单说就是吃的要更放心 住的要更宜居 然后行的要更便捷 更绿色 彭老师 吃住行几个方面 你对这些有哪些期待 我更期待的是行 因为我过去搞过旅游 发现什么呢 行是第一要素 为什么呢 没有行 下面都不行了 那厦门这几年的发展 给我最感到高兴的是 充分地挖掘地铁 地铁很重要 轨道线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的交通只能要堆下去 上面以后会堵了 那么为了解决堵的问题 为了让我们能够顺当地去上班 去学习或者去工作 而且从事什么工作 那就要怎么样 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 而且在地下 那么厦门呢 刚才已经讲了 2020年 基本上三条地铁就可以基本上形成 在全省率先形成 现代化综合性的轨道交通 所以我举了这个 后来又第四号 第五号 第六号 第七号 那这么一下去了 厦门这个综合性的轨道交通 就能够在我们渴望的未来前程了 对 提到行 估计泄露也有很多期待 对 因为我是一个吃货 像我们这种特别喜欢出于旅游 多吃东西的人 就是行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好的 为什么 厦门多开通一些国际航线 那我们是分分钟都可以飞到世界各地 去吃美食吗 厦门内部的轨道交通好 我们在几大区 岛内都可以畅通无足的 随时都可以吃到同安的汤包 我们想吃祥安或者是海苍的海鲜 或者是去集美食各种小吃 我们觉得都是非常便利的事情 但是其实最关心最关心的 并不是说你吃到了什么 而是是不是吃得放心 所以我刚刚听到这个食品质量 这个追溯系统的时候 我觉得内心深处是那个雀跃的 我希望说这样的系统会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好 并且厦门的各种食品企业更良心 做更良心的食品给我们的这个市民来去吃 我觉得吃得放心 吃得安全 才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吧 对 彭老师说的那是属于行的宽心 然后那个谢老师说的是叫吃得放心 我记得五年前跟彭老师一起做特区三十周年的特别节目的时候 他是说住得真的很舒心 因为彭老师把他以前的例子在说以前住什么样的小房子 下雨天会漏会漏雨怎么样子的一个故事都讲出来 其实现在回想确确实实 但是现在又回想了一点就是我们厦门现在作为一个人才挖地 把全省的或者说全国各地的很多人才把它引到我们厦门来 那么让他们怎么在厦门能 因为厦门现在房价非常贵 大家都会感受得到的 所以我就说我们走世界各地 也要看得到那些所谓的联租房 安置房 公屋 这些所谓所有这些说法的话 那在厦门这一些大批量的供给 能不能更到位 更清晰 让更多的人才来到厦门之后能住得舒心 这个我觉得也是我很关注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有很多观众 发来他们的看法了 一位说希望未来城市发展能有更多的惠民政策 就是城市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最好的一个什么结果是什么呢 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一位说期待养老体系能够更加健全 另外一位说高楼多了 说厦门本地化的人少了 期待邻里之间更亲近一些 让老厦门的文化氛围更多一些 还一位说厦门发展多考虑绿色 生态出行会更好 就强调这个绿色可持续 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 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 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发送您的看法 将有可能获得门窗幕墙武军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刚才都提到就是除了这个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 这个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像那个泄露特别看重这个文化 觉得说这个城市要有格调 全靠这个文化在撑着呢 这个泄露有什么感觉 因为像我们去欧美的一些城市 特别是欧洲这种历史比较悠久的城市 其实就算我们拿我们中国北京举例子也好 就是到处遍布各地的应该是各种 就是类似于像我们的这个博物馆 科技馆 美术馆 就是给无论是我们说的小朋友 还是我们说的大人 甚至老年人 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城市的就是氛围 营造的一种这种文化氛围 那我觉得文化是从两个方面去谈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城市外部环境的一个建设 如何给大家支撑一个全民的一个学习体系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我们厦门建了非常多的流动图书馆 其实这个东西如果充分给它利用起来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空间 还有就是我们城市的这种文创产业 像我经常去的那个夏大沙波尾 还有包括我们还有好多的这个什么油画村之类的 这个文化创意产业是对年轻人一个很好的鼓励 它能够将它的创意发挥出来 这个城市也比较有人情味了嘛 也比较有它的新鲜感了嘛 第二个就是说市民的一个整体的文明素质 就是如何让全部的市民都成为一个厦门的一个名片的一个代言人 发言人他每做出来的一件事情是守规则的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有爱心的 墨兰地台风之后 我们厦门市民表现出来的这种爱 这种行动力 这种全民就是一家人的这样的气氛 是让全国人当时都特别感动的 我觉得这种气氛给它传递下去 就可以称之为叫文化 有人还提到说我们厦门地处闽南地区 这个闽南文化是厦门地域文化非常重要的特色 但是这些年好像比方说厦门化闽南化的人似乎在减少 这个彭老师有什么感觉 这个将来这个方言的逐步消失啊 看来是不可避免 这是个大事吗 这确实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各方面的人是越来越多 总要说一个大家都能够听懂的话 共同都懂得语言 但闽南方言将来的保护 我还是讲一个在戏曲方面 在音乐方面 一个在说书方面 在表演方面 在这方面可以多保护一下 保护一些 所以这就要通过什么 电台 电台 媒体 各方面来宣传 但是这个闽南文化又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为什么呢 世界里面总书记刚刚说过 闽南文化大有文章可做 那么因此呢 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时代 还要在大做这样的文章 在那大做文章呢 就需要通过学校 通过社团 通过社区 通过各方面的人士 共同来的努力 否则 它这个方言呢 会损害得更快 一句话就是建设我们县门一个文化之城 人人都有责任 人人都有工作要做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里是TV Talk 马上回来 35年征农岁月 特区迈向新时代 五大发展 同理城市建设 你梦想什么样的未来 食品安全 居住环境 交通出行 养老体系 哪一项最让你充满期待 城市的大发展 和个人的小心愿 我们一起来畅谈 TV Talk特别节目 特区建设35周年 看发展之三 未来的愿景 正在播出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 Talk 我们今天继续推出的是 纪念特区建设35周年的 特别节目 今天重点谈谈对未来的展望 大家都知道 我们厦门经过35年的建设 已经成为一个 现代化的宜居的海滨风景城市 那么在这些众多的指标当中 老年人对厦门的宜居的评价 是非常之高的 最近的一份调查结果就显示 厦门在老年的宜居指数方面 是排在第一位 我们来了解一下 本月8号 中国城市养老指数报告 在北京发布 报告统计了全国四个直辖市 27个省会城市 和五个计划单列式的 养老指数排名 其中厦门养老指数最高 最适合养老 接着到今年8月底 我是户籍60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有27.58万人 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12.6% 同时全市60岁及以上 办理占住证的老年人口 有8.83万人 户籍人口中 80到89岁老人有33232人 90到99岁老人有5024人 100岁及以上老人有109人 近年来 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 25项社老会老政策 上个月还发行了市民养老服务卡 养老需求实现了一号通一卡通 目前我是正在着力打造 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 2020年将实现社区居家养老的全覆盖 应该说厦门的养老环境 已经是很不错了 但是刚才也提到 今后几年我们这方面的投入 还会继续加大 问一下彭老师 你对未来我们厦门养老环境 进一步优化 有哪些希望 我这个认为啊 下面不仅是宜居 还宜游 宜学 学习 宜业 创业 还有宜商 宜商 这几个宜啊 正好为养老提供 方便的条件 因为大家都 你看商业来为养老服务 你那个 你不要让学校 也应该 培养静老尊前的这种 风气 所以我总觉得 厦门这几个宜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养老的条件 那为什么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了 从全国各地来 很多厦门本来是猴鸟 现在不是猴鸟了 变定居了 变成牛鸟 牛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厦门确实是一个很 很适合养老的地方 因为我们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包括身边很多的朋友 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 然后在这边工作定居 然后接下来父母 就逐渐在这边置业 然后就陪伴着我们 一起在这边定居了 因为都觉得厦门不错 湖湖四海的都觉得厦门不错 所以真的说 刚刚那个彭老师说 那叫仪学 其实我在说 其实老人家 跟其实跟很多孩子 也是一模一样 脾气也一样 当然了 他们是爱听爱学 也爱问十万个为什么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说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老有所学 这一句话 现在我自己在老年大学 给很多的老朋友们一起上课 他们说 跟我说了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笑话 他说 2017年1月5号 是我们人生最紧张的一天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那天要报名 开放网络报名 一旦报不上 你就报不上名了 我说报名有那么复杂吗 他说 估计比抢春印的火车票还难 然后我们还开了一个玩笑话 说能不能申请把这个班升格呢 升格之后原来的班员全部留言 然后后面的名额开放给 后续来报名的人去抢票 对 这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玩笑话 但是也证明一点 说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 有这种学习的欲望 但是呢 现在开放学习资源不够 不足 这些呢 可能还没法完全让这么多 我们全国各地一样 或者我们省内的 到我们厦门来都能学习的上 那这一块 我们加大投入的同时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更多的考虑 跟师资陪 包括说跟谢老师 他们做学校的一些交流 包括一些社会力量的加入 让这些老人家呢 真的又老有所乐 又老有所学 那可能这才是一个 更宜居的一个城市 多兴办几所老年大学 满足市场需要 所以是有人担心说 老年人喜欢在厦门养老 会不会影响到 我们厦门这座城市的活力 但实质上呢 这个西洋红啊 是一个朝阳产业 实际上带来的很多 经济发展的后进和机会很多 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个互动平台上 一些朋友的看法 一位说 希望加快岛内外一体化 进城加大投资建设 岛外的老市区 特别是同安 一位说 希望城市规划 更有前瞻性 比如说老建筑的保护 生活设施的配套 交通设施的建设等等 他一位说 期待职工的工资是 越涨越快 越涨越高 这也是大家普遍的先生 他一位说 厦门我爱你 越来越好 更多的惠民政策 城市轨道交通 是越来越发达 大家的看法也都是很多 如果是对未来的发展 谈一下愿景的话 铁路你想看什么 我自己是从一工作就来到了厦门这个城市 包括跟我们自己的这个学校 是跟厦门经营特区一起成长的 我们今年也刚刚举办完35周年的校庆 让我们看到一个对 年轻的学校 焕发出来的这个活力是从哪里开始 教育理念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未来这五年要发展下去的话 厦门已经把均衡教育这个铺成的非常好了 把很多的教育机会 还有包括很多的入学机会提供给了很多的人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 如果想要往高层次的方向发展 特色教育 还有这个观念上的一个理念上开放的一个教育 甚至包括我们说 给更多的学校提供更大自由度的这种教育理念 应该被引进进来 让很多学校什么足球特色 艺术特色 语言特色 对吧 还有包括各个方面的一个特色 给他起来 成为发动的名校效应 让更多学校有这种发展的自由 这样子的话 孩子们他各得英才所教嘛 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老师们的肩膀上去眺望世界 走向更远的地方 这是我们对教育工作者来说 是最大的一个期盼了 彭老师有什么期盼 我期盼是 除了学在教育之外 家庭教育 加风 加教 加训 因为什么 最近习近平总书 在全国的文明家庭的 那个先进工作者会议讲 如何提倡我们有两个家庭 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组成部分 我们在下面我们看到了 你看比如说江夏堂 黄世的家序 黄世的家序 同安 卢山堂 卢山堂 苏世的家教 比如我们又看到海昌 岩世 也岩世的家教 这些家教都非常富有 特色 而且很接地气 那为什么呢 我们把家教做好了 家风好了 就影响民风 影响市风 影响党风 影响政风 这样我们整个社会就和谐 我们整个国家都和谐 所以我就希望 木兰地后下午更漂亮 我希望元当无事 所以也不要再臭了 我希望老房子早餐一点 让这些传统文化的 也可以 留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